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有不顺的时候 但是你不顺的时候 如果有到贵人 还是有到老师就好 对啊 所以一定要来看我们的节目 看我们的老师 来 首先欢迎李玉佩老师 大家好 老师好 以及艾菲尔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 很想念 我也很想念 还有我们的舒衡老师 大家好 他要说我没话说 我还不知道给他拍了 好久没有吃橘子了 对啊 下次吧 真的真的 来 欢迎我们的两位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我们的陈曼菲 哈啰 大家好 我改名了 等一下来跟你聊他改名的故事 接下来欢迎艺琳 大家好 真的啦 转运 转运 真的是 来 提升运势要靠自己 来 不过讲到说 艺琳因为 说从小对演戏非常有兴趣 所以你是努力地从幕后工作人员 到这个幕前 应该是先想要走幕前 走不了才成幕后 然后幕后又变成抛木剑 你幕后是做什么 你不记不记不记 我打算撞到 我思考你很久了 你都不记不记 我在山里不如恰恰 黄金叶总会都我 你在做什么 我在做什么 我要试一本 你之前才没同名喔 不 以前艾兰姐 都不在我们女朋友去讲 讲脆脚粉 她都要女朋友 我们制作人陈蒙月吗 你会叫喔 陈蒙月 对啊 说她当时 演天天开心的时候 你演短剧 差点被导演潜规则 最近大家都很愿意爆料喔 好多女明星现在 到了那个 中年以后 不管了啦 就破开了是不是 都要说出来 是 不过其实就是讲出来也是说 吐了一口气 对不对 是 跟自己和解 这个就是听太多 潜规则听太多 自以为自己会被潜规则 结果 结果是我自己想的 所以导演是冤枉的是不是 对 导演被冤枉 没有 应该是说 导演说 不许我去看他 我讲有多少潜规则 要爆料这个 我一直想说 那有一天 导演就说 逸琳你来我家写剧本 写剧本 我要演戏 我哪会写剧本啊 对不对 就开始 就开始所有的幻想前规则都来了 为什么会叫我去写剧本 那时候也差不多二十岁嘛 我们邻居大哥就讲说 你长这个样子你要演戏 大哥怎么这样 你又没有背景 然后你能干嘛 你可能就有青春的 肉贴可以睡一下这样子 可能才有机会 大哥这样讲你 真的真的 他就是这样子讲 所以我那时候就会有一点阴影 我想导演要约我 天哪 写剧本 我会写什么剧本 我第一次不敢去 我骗我有事这样子 然后可是 后来他第二次又约 糟糕 我还是得去面对这个问题 然后我就开始打听 原来导演有小朋友 然后当时那个女朋友 他有个女朋友 然后也是个演员 然后我去干嘛 你知道吗 我就是一个超写员 司马玉教说什么什么什么 我就这样一个意思 他用念的 然后也要写下来 对 总是人总是有一点优点 对 原来是写字漂亮 所以不用陪睡 开玩笑 那时候就是这样子写写写 写到后来 因为很多演员 都会在导演家打牌 然后就导演讲大纲 我就开始会编台词了 真的 训练有成 就这样训练出来 所以你在天天开心 也待了六年 对 可是就做得好辛苦 那永远就是丫头 妖怪 然后你知道好开心 第一次扮古装 你知道吗 化妆师帮我画得好漂亮 可是我一照镜子 这谁啊 完全看不出是谁 你就狐狸进了 不是 因为以前的妆感是 就真的把你化成狐狸 你知道吗 所以不知道你是谁 对 才好看 对 可是我就不见了 对 没有人认识我 谁都可以当狐狸精 对 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 这样做了六年 然后自己觉得有点累 然后一直原地踏步 觉得做得好辛苦 就好像有点被我们隔壁大哥 讲说 你看你又演不出个什么 什么名堂来 所以就遇到我老公 隔壁大哥对你很重要 是 为什么 隔壁大哥对你有意思 我是隔壁老王 他想跟你遣规则吗 不是 因为他在那个 报社上班 他一直想把我拉进去 报社工作比较稳定 他是知道演艺圈是辛苦的 对 是很辛苦的 所以你后来就跑去结婚 慢慢淡出演艺圈 是 而且生了个小孩 然后之后是刚好 某台缺工作人员 然后他就觉得 我有这些实质的经验 所以就去了山里这样 对 那更好 你来佛是因为我做幕后 又是这样子 又是开始了 碰狗 我们那时候也是大纲笔 是碰狗说 你上去跟娇辣妈讲说 村里要选那个模范母亲 我就这样去 然后去 每次一去就是 我总是去报一个消息 所以英雄 西田哥就看到我 就好恐怖 因为我来不是讲八卦 就是要讲什么坏消息 又是要传什么事情 又讲他们家怎么样 所以看到我就好恐怖 然后莫名其妙的就变成说 我喜欢英雄 然后我是这样子 出来的一个角色 我是不在剧本里面的 对 才又让你来 那你娇辣妹 演了多少年 十二年左右 那也很长寿 其实我遇到的都是长寿剧 对 没有你这个长寿吧 哦 是啊 对 我们两千多集 哦哇 所以你曾经被三太子指点 对 演艺之路 因为那时候就是在 《鸟来伯》之后 我们比较尾巴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 大家都很迷去问一些事情 然后我那时候去问 我记得那时候还有红哥 红杜拉斯 我们一起去问的 然后他就说他想要离开 因为那时候他有 有经纪公司想跟他签 所以他想离开 他就说你可以飞 嗯 你可以去 嗯 然后他说我也可以出去 我也可以离开这里 这样子 但是呢唯一不一样的就是 他有大树可以休息 但是我没有 嗯 我没有的话我就会 后面的路会走得比较辛苦 嗯 然后可是他是觉得没有关系 是因为他觉得我的演艺事业就是 平 嗯 就是你会一直有路可以走 不会大起大落 对 不会大起大落 对 确实也是因为那时候出来 比如说在大爱台演了很多戏 他就说那边都一直有演员啊 都有需要演员 你怎么都不去演 我说我演了快十部戏了 因为我一半师姐 就就是真正的师姐 就完全跳不出来 对 可是后来也很满足这个现状 因为后来我才懂说我自己喜欢 但我觉得可能是我的个性 就是我也比较 可能我爱表演 但是我比较不想把私下 因为那时候其实蛮流行 夫妻之间的 夫妻之间的事 来台面上讲或讲家庭的事情 我那时候也比较不爱 就是个性上 我觉得好像蛮两面的 我很爱表演 但是我私下的生活 我又不想搬到台面上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搞不清楚 我有没有结婚 就是愿意做演员啦 对 对 那能够当演员 然后即使说来报备 都很容易满足嘛 对不对 对 那时候 对了 这真的是这样 莫名其妙就变成 就是反而没有新了 反而有个角色这样子 好 请教一下艾菲尔老师 哪些星座的人呢 容易自我满足 那我 对 你一定名列前茅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容易自我满足的星座 请观众朋友参考一下 太阳星座 上升星座 还有月亮 这个自我满足呢 其实跟内在个性有关 当你觉得自己在这个时候呢 是一个满足 幸福 而且圆满的状况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是自我满足 首先我们来看第三名上榜的 太阳上升月亮 那么特别在爱情世界 得不到满足 但是如果呢 进入中年之后 或是说在感情当中 有一些精力跟丰富以后 他会发现人生很大的智慧 其实是无欲折缸 就能够自我满足 他不会像年轻小女生一样 一定要着重在感情的一个 丰富或是感情当中的浪漫 我们都在挑战巴大神 等你来开房 想开房插花摸一把吗 我们都在挑战巴大神APP 等你哦 首先我们来看第三名上榜的 太阳上升月亮 我们今天两位来宾 我们的曼菲的太阳跟上升星座 是天蝎座 配上狮子座 那我们的逸哥呢是母羊座 逸琳 逸琳 很多人都叫我翅哥 翅 鸽子的哥 你想说鸽子的哥 翅哥 我们丑依 翅琳 丑依 博哥也叫过我翊哥 現在把你学鸽子教 老师 我现在 老师 我们下一集 还会看到你吗 下一集我还会再来 因为我这个名字也是改过的 翅琳 nuestra星座的歌 其实很大的 命中天一 有效果 政大硕士班第一名毕业 政大硕士第一名毕业 我很常 常新冠的 有效果 新冠的后理就位 后来在立法院做立委助理 你知道很多立法委员会被 骂死都是因为助理给他写错字 所以委员都被骂死了 都是这些人害的 我来看一下 来 第三名上榜的 这个星座是金牛座的朋友 特别容易自我满足 那么自我满足的一个特质 是金牛座的人 他能够有丰富的精神世界 并且是能够持续维持 这种稳定跟富足的感觉 大家都知道金牛座 除了喜欢赚钱以外 他们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特质 是喜欢艺文的生活 所以那金牛座的朋友 他们借由赚钱 艺文艺文的生活 我就想说艺哥 艺哥的身份 OK OK 那金牛座的朋友 他们会借由艺术来去 豐富 他已经中了 不要他笑 豐富了 豐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所以整体来讲 金牛座能够自我满足 他很没自然 为什么他就一直要 喜欢什么艺文 艺术 这个话题一直讲艺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名 来 天秤座朋友上榜 容易自我满足 天秤座的自我满足 是哪一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他能够吃好喝好 而且是各种满足 大家都知道天秤座朋友 喜欢有人陪伴 但如果说没有人陪伴的话 他们来怎么去打发这个时间 或者说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去填补自己的一个生活状态 其实他们会发现说 其实把自己照顾好 吃好喝好 那么这种满足 就相当于是有人陪伴 所以有美食陪伴 我都直播 对 我觉得他只是吃饱跟喝饱 没有到好 他什么都可以吃 确实很满足就对了 对 也许他的这个要求 并不会是说 这么样着重在这个物质的 是不是像米其林 其实就是市场的一个阳春面 烧个大袜 配上一个猪脚 或者是豆芽菜 他就觉得说 是一个很饱足的早餐 就是吃饱喝好 而且就是自我满足 也不错 再来看第一名的朋友 也是双鱼座的朋友 也是能够自我满足 双鱼座的朋友 哪一个部分能够自我满足 是人生智慧 无欲则刚 大家都知道双鱼座的 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 特别会在爱情当中 就是会觉得好像受到苦楚 那么特别在爱情世界 得不到满足 但是如果进入中年之后 或者是说在感情当中 有一些经历更丰富以后 他会发现人生很大的智慧 其实是无欲则刚 就能够自我满足 他不会像年轻小女生一样 一定要着重在感情的一个 丰富或是感情当中的浪漫 真的有上榜的朋友 金牛座 天秤座以及双鱼座 都是容易自我满足的 然后另外我再回归一下 我们今天两位来宾 我看了一下你们的命盘 我没敢你打断 你还丢鸡 我觉得两位其实在命盘当中 都显示出 比较不能够自我满足 要要求就对了 没有 他们的自我满足 不是在个人上面 是在家庭那个部分 要求家人 他会希望是说家人的满足 然后才反射投影到自己身上 我才能够满足 比如说有小孩的话 就希望小孩子各种的无忧无虑 或各种的美好 那么他们这样看在旁边 就觉得说小孩子是我的一个 这个梦想 或者是一个我的一个期待 那么我能够获得满足 那两位其实都有这个特质 好 老师说到这个曼菲 我就觉得观众朋友 你也有觉得 这曼菲怎么面熟面熟 这个是水水的女孩 她以前是叫什么 曼菲 我以前叫李雨柔 对啦 看到很多人 李雨柔 李雨柔是发生什么事情 你把它感受一下 因为我的运气一直不是很好 你说李雨柔 我只能说是差 是非常差 就是李雨柔的运气一直不好 对 因为我一开始进这个圈子 就是认识的一个 就是一个经纪人 然后他底下就很多算命的 然后他就帮我算了李雨柔这个名字 所以我就用了李雨柔这个名字 但是我一路走得非常的不顺 例如说 好 戏说好了 就 好不容易演了一集 结果一演 效果竟然好成这样 导演甚至 导演甚至说 再三例 他见过演得最好的就是明道 陈乔恩再来就是我 他们决定要大朋友 你戏说哪一集 你演什么 那时候我演皮修 我演修 演皮修演 皮修不好演 又演得毫不简单 真的 狐狸也是要晃 一个狐狸症 我觉得演皮修 就有皮修是怎样 对啊 皮修是怎样的 导演都会每个月 三里电视台 大家 我这里有一个演皮修 演得很好 真的 未来之星 皮修皮修怎样演得很好 演到 在南昆山把一个7-11的店员下风 怎么讲 下风 南昆山它不是就是一个田地 其实就是只有南昆山那个大庙 我那个时候 然后就只有一间7-11在那个田边 然后我们穿神装 穿皮修的神装 对 皮是金装 我是银装 那我们两个真的很渴 因为在拍夜戏 我们两个就走进去 就走进去要买东西 然后那个店员就补货 转过来看到我们就这样 这样 那演技真的很好 对 然后我们两个就变无表情地说 冰拿铁 大杯的 然后那个电影就这样 好 然后出现我们两个快笑死了 对 这种事情发生很多次了 就要准备要大棚了 连下一部女主角又是你的时候 怀孕了 怀孕 跟羞 还是跟皮 跟我肮 跟你肮 对 然后就我怀孕 然后接下来要演 我说我可以演 就不行 他们说那个是白虎 你皮修演得很好之后 大家要捧你 叫你下一档要演白虎 白虎 对 他们就说不要 你还是在家休息好了 然后那个时候有个经纪人 也是他们的公司是有出戏的 也是马上就刷牵 结果一听到怀孕就说 那等你生完再牵好了 就停下来了 结果就发生我孩子死掉的事情 对 孩子就过世了 然后就整个人就一蹶不振 然后就变胖 变胖 但是三立还是给我机会 就还是给我戏 而戏就演得还不错 又觉得很棒了 怎么喜感这么好 结果 我又 你踩到什么人 你这些什么人拔鬼 然后大家就没有讲话 就说我们这不行没有鬼了 就剧主以外 当地的老百姓来了 对 刚刚到底是谁演鬼 没有鬼怎么了 他说我爸爸 骑假骂车过去 看到一个女鬼在那个田里飘 从田准上摔下来 接受一急救 然后 你们给我签保证書 如果我爸今天死了 你们就要负责任 我就说可是我们就没有人言鬼 然后我就一直不讲话 我就一直坐在那边很紧张 我觉得是了 死了 那你有空来开房吗 那戏就演得还不错 又觉得很棒了 怎么喜感这么好 结果我又怀孕了 那怀孕就是要平躺九个月 因为第一次 对 我第二次就躺了九个月 结果后来生出来孩子又喊病 罕见疾病 罕见疾病又全身瘫痪 对啊 然后就 从此就不行了 然后他们就给我一个建议 就说 其实你长得算漂亮 你要不要减肥看看 因为那时候胖到八十几公斤 对啊 你曾经来节目里面说很胖嘛 对嘛 你忘记了 我撞得要死啊 对啊 还说是演员 我就心想说 哪个戏啊 我怎么都没有印象 没有 我胖子的时候戏接不完 因为喜感够啊 结果后来就 他们就跟我说 你长这么 长得还可看 不用客气 你长得这么漂亮 他说你减肥 结果我瘦下来 我反而一部戏都没得演 我没有戏可以演了 他们说喜感不见了 再来 我也没办法去大爱演师姐 因为他们说我长得很妖 我也不知道我哪里妖 太亮了 但是我在戏说 你本来有机会去大爱演师姐 就是每次只要去 他们看了就说 你长得不像师姐 对 然后就 再来我的年纪 我年纪也大 然后你 可以去演偶像剧 但是你说演妈 你吃不下来啊 我52岁了嘛 我是 看不出来 现在你有52岁 对啊 我52岁 可是如果我演人家的妈妈 我吃不下来 但你让我演女主角 你也不行啊 你也不够年轻 所以我就卡在这边 我就 然后再来就是 我怎么样都找不到经纪人 我没有经纪人 所以我想 然后而且我的话题性很大 我又会 我有梗啊 我国光毕业的 所以你要找一个经纪人 也要找一个命够硬的 就是说 他不怕怪怪艺人的 就是没有 他自己本身要命中也带煞的 你知道我真的很 我真的很衰 你知道吗 就每个都愿意跟 像上次也是有一个 他手上很多艺人 他说好啊 我跟你谈啊 而且还说 我们就去吃晚餐谈 我还问说 请问你要吃什么 我要去吃日本料理 我还去吃一个人 一万多块的 然后看了就说 OK啦 我一定可以帮你推 结果之后就没有推了 因为我都有 一个一个去打电话 我就厚着脸皮去求 但我真的没有 没有经纪人 没有经纪人 你没有办法上综艺 没有经纪人 没有人帮你推戏 我怎么样都 我真的其实我演技好 我也很有综艺感 但我真的没有 然后后来呢 就我女儿很漂亮 凯卧签了 然后我陪她去签约那一天 就你喊病的这个 不是 我后来生了第三个 这个健康的小女孩 结果凯卧要签她 我一带去凯卧就签了 那凯卧的传统是签约以后 我带出来跟整个公司的 部门经纪人讲说 这是我们公司签的 年纪最小的 然后叫什么名字 她几岁签的 她八岁 八岁 大家给她拍拍手 然后就拍拍手 然后呢 其中就有两个人看上我了 然后就过来跟我签约 凯卧 对 哪一部的是 应该不是时尚部的吧 不是 你这样也蛮时尚的 她现在我们 她就是个经纪人 会有分时尚部 或者是演艺部 他们都可以 她说我可以跟她配 亲子秀 然后 因为我们两个长得很像 然后又可以拍戏 然后又可以直播 然后就签了 结果呢 她真的帮我签了一部模仿伴 我有演 一视镜就上了 就演了 演到那部 结果后来他们尾牙 对啊 因为你长得也很 比较国际 国际感 没有 就是妖艳 就是怪物 我在戏说台湾 我是 我是 我是妖怪专用户 我没有演过人 我不是鬼就是 妖 我不是人 就是 你是妖怪专业户 对 我没有演过人 你没有演过正常的人 对 都是演鬼啦 仙啦 精怪这种 我还因为这样子曾经被 差点被抓去关 为什么 那个时候就是 很热 在三枝石头厕 三枝的石头厕 旧桃厕 对 旧桃厕 它那个四周都是田 一个羊都 一棵树来遮蔭都没有 然后我就晚上就很热 我就把那些衣服都脱掉 就剩水袖 然后还没轮到我 我就在那边这样子海 海 那接下来请你们自己消音 好不好 我就顺利地骂完了 你们就消音 结果后来 他们就说 好了 可以穿衣服了 快轮到你了 我就穿上去了 穿上去以后 要准备啊 好 休息一下 开始的时候 就忽然有一群人来 就来就说 先消音喔 然后大家就没有讲话 就说 我们这部戏没有鬼啊 就剧组以外 当地的老百姓来了 对 我们这部戏没有鬼 怎么会没有鬼 刚到底是谁演鬼 没有鬼 怎么了 他说我爸爸 骑上他车过去 看到一个女鬼在那个田里飘 从田枕上摔下来 接收音急救 然后 你们给我签保证书 如果我爸今天死了 你们就要负责任 我们就说 可是我们就没有人演鬼 然后我就一直不讲话 我就一直坐在那边很紧张 我就会死了 你也没有偷偷把水袖收回来 有啊 衣服已经穿好 就一直抓抓抓换捏回来 对... 然后那个人就三字经一直骂 然后就 我们执行之后就出去跟他签 就幸好那个阿伯没事 只是说那个田有点高 他摔下来 然后他又心上 他就一直说他看到鬼 他真的看到一个女的 这样这样挥 这样挥 就我是热啦 我真的很热啦 你... 还蛮好笑的 真的... 执行之后就竟然跟我讲说 我知道是你 一定是你 因为你主角只有你一个 刚刚出了事情 你要付钱 我吓得要死 幸好没事 嗯 然后后来我去送个红包 嗯 你穿古装去送红包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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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 就是我 你跟他搭 你跟他搭 因为他再怎么样 最少有两三层楼 那个天根 对啊 马路上到天根 对 我去给他包个红包 这样子 那你有说那个是我吗 我没有讲话 你那时候改名字了吗 没有 我就是一直改名字 然后就是没有经纪人 结果我不是牵了凯卧吗 结果呢 就发生 他们尾牙 我那个经纪人喝醉了 对 摔伤头了 凯卧的经纪人 对 严重摔伤头 然后就住院了 然后他底下的艺人就放掉 我就又被放掉了 所以真的是... 所以这时候有想到改名 对 我就想到去改名 对 后来说你找了一个帮唐齐阳老师 对 改名的秘礼老师 还有小甜甜也是他改的 可是我最近看到小甜甜的事情 我一直冒汗 对 他就说 你怎么会叫李语荣 你姓陈 他说命不够硬的人 不能够改姓 你怎么会去改一个艺名 是连姓都改的 等一下 我先讲 命理上面 姓名学老师有很多派别 对不对 有不同的说法 我们没有说谁不对 我们只是来听听老师说 是不是改名字 不能改姓 或者可以改姓 名字呢 人格外格有这些笔画的人 在2023年 可以说是顺风顺水 得心应手的一年 那最重要的 他这么得心应手 还是来自于自己的行动力很强 他的表现能够得到肯定 那尤其是很难得的 就是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不会放弃 然后呢 他会不断地去找答案去不错 然后呢 他会很诚心地去求教有经验的人 今晚 今晚 你有空来开房吗 今晚 你有空来开房吗 我们都在挑加把大神APP 一起开房插花胖胖虎 等你哦 我先讲啊 命理上面 姓名学老师有很多派别 对不对 有不同的说法 我们没有说谁不对 我们只是来听听老师说 是不是改名字不能改姓 或者可以改姓 不一定 完全看个人 你像一个老艺人很有名 习曼宁 他姓李啊 但是呢 他连姓都改了 但是对他来讲 没有什么影响 他除了没有结婚之外 其实他在演艺界上面 也是做得风风火火的啊 那也许啦 也许你 但是老师有说他一句 说他命不够硬 意思会不会就是改得太多了 其实 以李宇柔来讲 姓名学来说呢 这三个字加起来 他的总格是二十二话 你知道吗 二十二话 给这个名字的评价是什么吗 叫做 秋草逢霜 怀财不欲 波折重重 勿如更名 所以二十二话叫做 怀财不欲格 即便你很有才华 但是你找不到赏识你的人 那你刚刚 他是 他是 他就是啊 对没有贵人 所以李宇柔这三个字是 没有贵人 是怀财不欲格 现在才听到 我已经五十二岁了怎么办 不是 还好你改了 人生就这样子 对 那还好改 他改曼菲好不好 所以你现在改曼菲 可是我改完曼菲以后 我还是没有经纪人 我还是四处打电话 也没那么快 真的 已经改一阵子了 像前阵子 有通告 可是没意义 全部戴口罩 人家看不出来你是谁 对 不会人讲话内容很特别 一定会记住的 看不到脸啊 记不住你啊 对啊 就这样子啊 然后你看像我 我从小 我最爱的人就是你了 我 我 不是什么 看到你有尖叫 看到你有尖叫 我高中为了你流过眼泪耶 好漂亮喔 我当场告白耶 发生什么事 我好爱你喔 为什么 那高中的时候你出了一张三集 叫医生没有几次选择 我爱到 那个时候要去上金曲人舞榜 学校没有选到我 因为听说何赌凌位去 然后我当场大哭耶 天啊 好了都过去了啦 对 没有 我也要改 我根本没有改名 但是那个已经过去了 没有就是我 以前可以跳舞 现在连走路都掰开 那样 滑梯在那里 你看 我那个时候 这么多同学 我也不是难看 我想看到你 我就是看不到啊 没有吧 而且现在看到了 有没有 现在看到这种晦气啊 五十年过了 你看 没有啊 然后我就一直等啊 等看那个 郭靖淳姐走了 我没有机会给他搭 结果没有啊 有一个了不起的女影帝 你看我还是没办法 你想要坐手里好 没有啦 我们两个人 不然我当时 我们制作人咖啡姐会来啦 没有啦 我怎么要叫外面的人 就是你看 我想要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就怎么办 我还是没有经纪 我到现在还是没有经纪的 那请老师 好吧 老师 那他这个曼菲 你刚才讲他前面那个名字 是一波 怀才不遇 一波多折 我现在改回本性了 然后也是本名 但是最好你凯了曼菲之后 我们见面 对 圆了你小时候的梦想 你还是很帅 你一定要 话题一定要拉回来这里 就对了 老师 本名的怀才不遇 他的笔画叫做大雄 他是不好的 这个大雄之术 他的本名 李宇柔是不好的 不是 他原先的艺名 李宇柔他是不好的 因为他是大雄 怀才不遇 但是呢 改回陈曼菲呢 他到底好不好呢 那老师呢 就把这个陈曼菲的人格 跟总格的笔画 给你找出来了 我们来看 他的人格是33话 那他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 意气用事 人和必失 因为33话 他的五行属火 火的人 EQ比较弱 容易冲动 想到什么事情呢 有的时候就是 没有经过大佬 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也就说出去了 也就做出去了 所以很容易影响到 人际关系 但是如果在人和这方面 能够克服的话呢 他后面就是 如果能够谨慎 必可昌隆 所以他的过程不好 但是他最后的结果 他是很好的 所以你的本名 是比你那个艺名要来得好 那当然这个是人格 我们看名字呢 人格 总格的笔画 要一起看 那么至于总格 是47话 47话 你看 有贵人柱 可成大业 经纪人来了 虽欲不信 浮沉 浮沉不大 也就是说47话 它其实是有贵人的 可是这个笔画呢 它后面这几句 是虽欲不信 也就是说你这个中间 你还是会有一些挫折 这个金 47话的五行属金 有一句话叫做 要成器皿方可锻炼 就是说金要变成一个器皿 它必须要经过火的锻炼 所以呢 你必须要经过大火的 来帮你冶炼 这种锻炼 你才可以成一个器皿在桌上 所以你的过程 是非常非常辛苦 但是呢 因为你熬过了这个辛苦的过程 有贵人的提拔 最后它的果实是好的 所以你这个 33话的人格跟47话的总格 整个来讲 都是过程的问题 但是好在结果 所以赶快找到一个 赏顺利的经纪人 因为47话是带贵人的笔画 谢谢 谢谢 真的吗 对啊 还是要再改一下 而且你看起来也不像超过50岁 还可以 对啊 我在问他要不要再改一下 再改一下 要改什么 可以不用 又有贵人 绝对可以不用改 其实他这个笔画就 最主要就是口识是非 不要冲动 那哪些笔画的人在2023年 事业会翻身呢 好的 那2023年到底哪些姓名笔画的人 事业运会翻身 请大家把名字拿出来 那曼菲的笔画我们已经知道了 是33呢 对到了47 那逸琳呢 她的人格是25 总格是41 那观众朋友 你的人格总格是什么笔画呢 我们要来看第一个组合 但是我们第一个组合 看的是人格跟外格 那像逸琳来讲 她的外格是17话 曼菲呢 她的外格是15话 外格是什么呢 就是你名字的最后一个字 笔画加1 像逸琳的0是16话 那么加1她的外格就是17话 曼菲的菲呢 那个字是15话 加1呢 外格 是14话 加1就是外格 就是15话 好我们来看 第一个呢 因为她有贵人相助 所以呢她在2023年工作上面 可以说是顺风顺水的 当你的人格或外格出现了 7 80 19 20跟29的人 好名字呢 人格外格有这些笔画的人 在2023年 可以说是顺风顺水 得心应手的一年 那最重要的啦 她这么得心应手 还是来自于自己的行动力很强 她的表现 能够得到肯定 那尤其是很难得的 就是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她不会放弃 然后呢她会不断地去找答案去突破 然后呢她会很诚心地去求教有经验的人 放下自己的身段 因为别人的这种协助 而让她度过了难关 其实呢 这个笔画在2023年 它是旺在哪一方面 贵人运特别强 因为有贵人 所以呢 让你在工作上面 所有的困难都能够迎刃而解 那老师要特别提醒 人格外格有这些笔画的人 平常他们的表现是不求人的 遇到问题呢 就是闭门造区自己抢破头 因为她觉得 第一个求人 有点丢脸 还有一个呢 就是给别人制造困难 但是闭门造区有时候 你弄了很久 你都找不到答案 反而浪费了你很多的时间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人为了要解决问题 有该放下身段的时候 就放下身段 不要拎 往往呢 你的问题对别人来讲 可能是一句话 或是一个动作 也就帮你解决了 总比你自己在那边 打陀螺原地转转转 转不出来 所以呢 第一个笔画的人 就是因为你肯诚心去求教 所以你在事业上面 2023年是顺风顺水的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组合呢 表现出彩自我实现 这个是来自于的表现 太好了 这个就是人格耕种歌了 大家一走了之后 我会突然觉得说 哇 马头漏水怎么办 我对来说 就找水电工来修啊 可是我就会有点慌耶 我不晓得我在怕什么 就会觉得说 家里都是女神 现在要找一个水电工进来 我就会 有的没有都来了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组合呢 表现出彩自我实现 这个是来自于的表现 太好了 这个就是人格耕种歌了 人格呢 18 27 29 曼菲的47 你上来了 表现很出彩 然后48跟50的人 那自我实现实现什么呢 当然是实现你在工作上面 对自己的期许啊 所以呢 曼菲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期许呢 在今年来说呢 是可以突破你的平均 可以实现的 这个笔画的人喔 因为名字的五行呢 受到今年2023年五行的相声 所以呢 帮他推破助澜 助了他一臂之力喔 所以在工作运上面 带来非常非常好的一些运势喔 可以说啦 这一年忘到不行不行不行 真的 那当然也是因为自己的这些表现 得到了一些肯定 那你会找到经纪人吗 以你名字的五行来讲 因为相声 所以这是一个贵人运很旺的一年 其实从去年开始 你的名字 你开始就要注意了 其实有的时候 像你刚刚做得很好 我自己打电话去问 有时候 缘分到了就是到了 对啊 你才华欣节目也很好 你的内容比谁都精彩 真的啊 我觉得一个一个 但是我认识的 就只有认识的 只要有肯用我的 他们会一直用 但是 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说 有用过都说很好用啦 对啦 对啦 表现都很好啦 我都得自己打电话 那因为贵人的帮忙呢 所以让他们得到 各方面的一些资源 所以在人际关系上面来讲 可以说是非常的加分 那有几个方向呢 让你出彩特别要注意 第一个 比如说 对于业务工作者来讲 或是当老板的人来说 在今年来说 生意非常的好 还蛮赚钱的 尤其是旺在下半年 所以呢 人格总格有这些比划的人 你是业务工作者 你是做生意的人来讲呢 这是一个美梦成真的一年 下半年是非常的旺 第二个呢 对于一些创意工作者 或是研发工作者 哇 这一年来说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怎么说呢 那在之前你的创意 你的这些研发可能会碰 遇到瓶颈 但是2023年 因为五行来相生呢 突然间呢 你的这些创意瓶颈 完全的波云见日了 所以对研发者 你可以去申请专利 对于创意工作者 你可以去参加一些参展 那这些参展呢 都会让你获奖 那这些获奖 其实就是让自己的能力受肯定 真的就出彩了 另外一个呢就是 因为有人呢 在工作上面表现非常的优异 被公司派出去去做一些什么 实习啦 一些进修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其实这个机会呢 也是你想很久了 那因此呢 而得到这样一个 自我实现的一个机会 那对于一般上班族 像这个曼菲来讲的话呢 在这一年当中 你所想的贵人的 你意念很强 我认为是可以在这一年当中 来实现的 总之这一年的工作运用 会比你在往年来说 以性命学的角度来讲 是非常OK的 那这些比划的朋友 在这一年当中 你的工作 真的很令人羡慕的 所以这两个组合 就给大家做参考 是 我期待你犯了一个新名字 因为其实怎么看 都不觉得 你应该这么卡 因为你的经验跟历练 其实是够的 但真的很卡 没有一关过得去 所以好吧 观众朋友有的时候 人生真的是这样子 就真的很卡的时候 也真的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也努力 你也敬业 你也认真 你也没有问题 那就试试看 欸 搞不好身上有晦气耶 我们苏恒老师会教你 怎么样除掉身上的晦气 然后为好运加分 对 好来 要除掉晦气呢 在这边先跟大家分享 因为现在已经是 2023年的春天了 大家都知道 一年之际在于春嘛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 2023年一整年 都有很好很好的运气的话 春天我们一定要 好好的播种 夏天到秋天才能够收成 对不对 所以在春天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让自己变成一个 好运的这个体质 跟那个样子 那么第一个呢 我们想要跟大家推荐的 也就是说啊 在风水当中 我们最常常发现 每次都说 我们要摆聚宝盆啊 每次都说 我们要在哪里面 做什么 什么样子的一个摆饰 可是呢 往往我们最容易忘记的 叫做胃煞 什么叫胃煞 就是不好的味道 就是很臭的味道 但是因为我们常常 在自己的房子里面 久而不闻其臭 可能你每天回去闻到 譬如说 猫猫狗狗的便便的味道 或是闻到什么味道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 你就忘记它 但其实胃煞 是风水当中 一个很不好的东西 它往往就是影响 财神爷 来拜访你的意愿 因为财神爷 喜欢香香的地方啊 所以第一个 我们就说 大家每次都开玩笑说 风水第一煞 手推那个穿堂煞 但其实对我们来说 一进去的那个感受 才是真正的 如果像我们老师 到大家的家里面去拜访 一闻到那怪怪的味道 我们都会说 哎呀你家这边啊 一定玄关 客厅 或是阴暗的地方 一定要让它是香香的 财神爷才会来找你 所以最重要的 我们要把胃煞 去除掉 那么就等于把这个 屋子里的晦气 去除掉 把你身上的晦气 去除掉 那么好运才会来找你 这个是很重要的哦 所以为什么我们女生出门啊 都喜欢把自己弄得香香的 甚至你会发现 这个神明要绕镜的时候 是不是都要先熏香 然后才能够 这个神明去绕镜 财神爷出门 都是要香香的 所以这个香味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在2023年呢 舒文老师也觉得 要把这个很香很香的财运 很香很香的好运 推荐给大家 就像在这个 这个精油呢 是我最近用 我觉得非常好使用的一个哦 那它这个是小苍蓝 嗯 然后它是香草的味道 再加上一点 抹草 来来来 要抹在哪里 抹在这里 亚兰姐可以用用看 我们除惠哦 然后就好运就会来 这么一点点哦 好啦 拍谁很小气 来来来 滚用力 对 这是滚猪的香水 我们滚用力一点 对 好滚哦 有什么样 是哦 很不错哦 这个是小苍蓝 然后再加上抹草 来来来 这个是除惠器的 那你脚要不要抹一下 你刚脚不是抹了 你刚脚不是抹了 除惠器的来一下 赶快 我再给你抹的 抹草 对啊 对啊 我再抹一下 对啊 抹一枪 抹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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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气多好 对啊 你甜的 这个也抹一下 这个哦 真的很香 真的很香 对啊 抹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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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 它是小苍蓝 再加上抹草 所以抹草 那个淡淡的 它是会帮你 这个叫除惠避邪 所以清心迷人 那这个就是 你出门的时候 可以擦一点在身上 是非常好的 那你就把这个 晦气去除掉 然后把它好运随身攜带 那还有 你自己抹一下 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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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艾菲尔老师 也一定会喜欢这个 这个呢 是招财的 这招财 这个呢 是檀香的 再加上向日葵 而且向日葵 它是很正向的 洋气的力量 那么呢 在我们除惠完 就要干嘛 就要招财了 这个洋气的力量 就会帮你改善 会让让 慢慢的让你觉得说 诶 我的正能量回来了 然后呢 向日葵已经帮你吸收了 太阳的正能量 所以我们就要把向日葵 和檀香放在身上 而且大家都知道 檀香呢 它最主要啊 就是怎么样 就是要避邪 而且它可以帮我们招来 神明的保佑 这个呢 我觉得超适合 它是独龄哥的 诶 赶快 召唤你 这个 这边刚刚抹过了 这边 闻一下 闻到 手太短 闻不到 就是盘木的香 就是木枝香 木枝香 然后再加上向日葵 所以呢 你看 除惠之后就招财了 应该有种到吧 有 这个很香很香 四人男生 真的 对 所以我们可以试心情 就今天呢 我觉得 我想要淑女一点 我就用这个小苍蓝 今天我觉得说 我想要闷一点 或者我想要 我今天就是要出去冲业机的 稳住一点 对 我就来用这个檀香 那但是呢 我刚刚有说到 如果在家里面的玄关 或是厕所 你觉得味道不好 或是家里面有养猫猫小狗的 你觉得味道没有非常好的 也可以用这个阔香石 那阔香石呢 就在地上精油 也会让这个空间的氛围 变得非常的好 那这个阔香石呢 它很厉害的是 它是马 对不对 马上有钱 所以用了之后 就让你马上有钱 这个马背上 是不是有一个钱币 所以它是马上有钱 那所以啊 如果你觉得家里面的 有些地方的味道 可能不是很清新 虽然可以用空气清净机 或者是开窗户 来做一些改善 但是呢 这个会帮你加分的 扩香石 我在这个2023年的春天 就很推荐大家使用 像舒文老师 就是用在我自己家里 跟办公室的玄关 你有在卖吗 我可以送给你哦 对 所以呢 希望观众朋友啊 在2023年 我们先剥下 在春天剥下好的种子 然后我们就等着 要收成了 好不好 那在这边 跟大家推荐一下 这个呢 是舒文老师也很喜欢的 希望每个大家呢 每个人的家里都要香香的 财神爷才会到你家哦 谢谢 谢谢师傅老师 谢谢师傅老师 我们休息一下 这个广告 马上回来 谢谢老师 他说 你这孩子今年就没了 他说他如果今年撑得过 也撑不过明年 也就是今年 所以我整个人就很 他就说 像这样子的孩子 我就不帮他改名 你就帮他去 那我跟你讲哦 父母兄弟 子女我各死过一轮 孩子是最过敏的 如果他走了 我想我就跟他走 还有回来 没有好好玩 不过讲到人在衰的时候 也不会是一件事 他通常是连着好几件 逸琳说几年前先生 罹患癌症过世 那当时有很大的体悟 所以你并没有发复文 是一个什么样的体悟 让你决定不发复文 因为我公公 比较早就不在了 那他们又 他跟婆婆又离婚 那我婆婆生病 然后又一直在牺牲 那我只觉得 我老公的告别事 我就觉得 那我要邀请谁来 我有没有家属 什么这种感觉 然后我就问了张医生 我说我婆婆生病 然后小姑可能又怀孕 因为小姑之前第一胎的时候 可能是遇到她爸爸过世 所以就觉得 小孩子一出生就有动手术 所以她现在是第二胎 要遇到我老公这样子 所以她就觉得说 她不好意思 她可能没办法来参加 然后就是张医生跟我讲说 只要我跟我两个女儿就够了 这个告别事 其实就可以成立 就完成了 对 因为长辈是不需要来送 那最重要还有就是她生病 所以我从那一刻 我就一个好大的感触 就是觉得说 珍惜在的时候吧 就是 这个告别事办了个什么场面 然后就知道人就都来了 然后还有我还被朋友骂说 为什么你没有跟我家 就变成一个小儿温馨的 对 雅然姐有来 然后雅然姐也是 朋友这样通知才知道的 其实我也都蛮吓到说 他们怎么都跑来了 因为就是我会突然觉得说 人只要一躺下去 什么都没有了 不管你有多少丰功伟业 你连一块钱你都握不住 然后加上她因为生病 我就不好看 所以我就不需要大家来看她 那如果说 今天跟她有缘分的人 在她生病或者是在生前 他们就会碰面了 那今天她走了 大家都不知道 为什么缘分已经尽了 其实也不用刻意再去 一个一个去打电话说她走了 你让人家那种感受 就会很难过 其实老公走了以后 有好多事情你觉得 明明中都有一些安排 对 因为我是一个 蛮生活白痴 其实我很依赖她 所以我完全是 不会给意见的 都是她在主导 但是她一走了之后 我会突然觉得说 哇 马桶漏水怎么办 我女儿就说 就找水电工来修啊 可是我就会有点慌 我不晓得我在怕什么 就会觉得说 家里都是女生 现在要找一个水电工进来 我就会 有的没有都来了 因为在这之前 我们家有招校头 然后是完全没有被发现 然后我说完全不知道 是后来发现 我东西怎么不见了 然后才发现墙上有手印 你知道吗 就变得很没有安全感 然后就冥冥之中 就那个时候因为照顾她 一年半将近两年的时间 我都没有工作 没办法工作 然后后来就是 人家介绍就是要找我去主持 类似消费高手那种节目 其实是自录的 然后就是一些生活用品这样 像莫名其妙 我主持了五年 然后我突然觉得 我现在是生活达人 我什么都不怕了 然后知道怎么样保养自己 所以人是可以磨练的 真的 而且你在照顾先生的时候 你看到公共电视 是在播日本宝种歌舞团的 歌剧团 歌舞团 然后你从此开始追星 一年去六次 哇 然后坐连课一直跑 莫名其妙 人家说你自己在演戏 你老公已经离开了吧 没有 离开之后 只是说这个缘分 是在我照顾她的时候 我看到公司 刚好因为他们 有一年要来台湾表演 然后那是重播 然后一个莎士比亚的剧 其实很严肃 然后化的妆又很浓艳 很帅 对 没有 我不觉得帅 我只是觉得 这么无聊的戏 我怎么可以坐着看完 因为我是一个 我觉得我比较躁动 比较洁癖 我会在看电视 我会在那边擦擦桌子 然后去拿什么东西 我比较觉得自己 比较没有办法 定在那边看电视 结果你保守歌舞团 追哪一位 又西里英 他已经退团了 我看到的时候是他在团 但是我去追他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退团了 然后我就觉得说 天哪 原来我老公还安排 我喜欢上一个女生 一个帅哥 对 跟亚兰姐一样 对 我也多迷亚兰姐 我以前天天开心 我都跑去看他们歌仔戏 亚兰姐完全忘记我了 那你干嘛去日本 台湾就有了 对 亚兰姐在一个偶像剧遇到 然后亚兰姐跟我说 她拍歌仔戏 我说我要演 我也找她来演 真的 演我后母 不是啦 不是后母 我先是丫头才后母 丫头是哪一出 哪有这个自身的丫头 天龙传奇 天龙 自身的丫鬟 她那个彩樊 我有演继母 可是我本来跟亚兰姐说 我比较喜欢演继女 因为比较漂亮 继母好丑 旁边有一位 那一位 腰困 皮羞 对 皮羞 皮羞 嘉庆军在台湾会遇到 皮羞吗 遇到皮羞 我还演过蛇腰 荷兰蛇腰 不会 嘉庆军在台湾 是在阐述台湾的美好 这些狐狸精都被收了 可是当时的台湾 是很多妖精的 对 可以演人的 真的吗 对 可以演人的 真的吗 那我等你 所以逸琳现在一个人 照顾两个女儿 是 那最近其中一个女儿出车祸 对 小女儿 女儿多大现在 23岁 有那么大了 小的 好快 兔年嘛 那她也数兔 犯态岁 那真的是莫名其妙 然后骑摸摸摸车 然后被人家后面追撞 然后撞一个飞掉 她都不知道 整个人都不知道 然后现在就是手术 我们老师又要教一个 豪撇步了 我们李玉佩老师要教 大家一个可以 进化全身补运的好秘法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 都是由能量组合而成的 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能量气场 而这个能量场 会随着我们所接触的人 事物 因为环境的不同 而有所改变 如果我们接触到不好的气场 那么邪气 晦气 就会上你的身上 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运势 甚至于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尤其当你刚好今年 命盘的八四流年运势 不是很好 或是说刚好今年你的生肖 是半太岁的时候 那么你原成的能量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低迷 所以我们的能量跟身体一样 要时不时的把它拿出来 好好的清理清理 那今天老师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其实可以透过沐浴转运法 来调解自己身体上面的一些气场 那这个沐浴转运法呢 它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 我们一定要先除晦气 才能够淫财气 任何开运的东西 你如果先没有除晦 那个是开不了运的 那老师特别建议大家 在什么时候呢 清明或是端午或是新年 那接下来呢 再过几天清明节就到了 那大家可能就会去扫墓嘛 那我们可以趁这个时间呢 先来除晦 那记住哦 这个除晦我们要做十四天 也就是说从清明的前七天 我们就开始沐浴 那到清明后的后七天 再来沐浴 加起来一共是十四天 如果我们连续这么做的话呢 会让我们这种开运的效果 加倍放大 让它发酵起来 那做密法呢 有时辰的 我们洗澡都有一些时间嘛 那特别老师锁定在 晚上的几点 十九点到二十点五十九分 就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之前 对 因为这个时辰呢 刚好是补财库最佳的时间点 所以老师要请大家准备 三大除晦的圣品 那三大呢 第一个要准备艾草 艾草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是除晦气用的啦 像我们的比如说身体啦 我们难免都会有一些煞气 那到了清明节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民属当中 有好多老人家 他们会把那个艾草 融入在食材里面 吃进去之后啊 它可以化解我们身体里面 无形的煞气 这是艾草的功能 它化煞的 再来呢 就是蜗草 蜗草呢 是除衰气的 所以当我们去到 不干净的地方 或是呢 沾蜒到不干净的东西 其实我们会 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可是呢 牛屋说不上来 是哪里不对 严重的话呢 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发生 所以呢 蜗草呢 它可以 我们用蜗草来洗澡 它可以光亮我们的原尘 那蜗草呢 它洗了之后呢 就好像在你的身体 产生了一个结界网 好 第三个呢 我们要用什么 黑药石 黑药石呢 来补阳气 其实黑药石 它是火山熔岩的一个矿石 它里面呢 藏着很大很大的 这种阳气的能量 就是这个样子 那它本身呢 有化煞避邪的一个功效 所以各位去看 有很多开运的配件 或是快运的摆件 它大部分呢 都是黑药石的材料 给做成的 好 那这三样东西有了之后呢 我们就将 艾草 瓦草 黑药石呢 把它丢到浴缸里面 去泡一泡 然后呢 我们就进去洗澡 那这个步骤 非常的重要 因为呢 你没有把你自己给 先洗干净 财运是不会好的 那这个财运不进来 其实我们终于 有一句话叫做 虚不受补 就是你身体脏脏的 财气就不会跟着你 好 那这些都了解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 要做洗澡的动作 可是一个问题来了 像瓦草也好 艾草也好 或是黑药石也好 黑药石不好找 那这些植物呢 它并不是一年四季都有 那你平常 你要怎么去收集它呢 那平常呢 大家都很忙 哪里有时间去准备 这些草 这些树叶 那你平常呢 还要趁着这些 瓦草啦 艾草 盛产的季节 去赶快把它摘下来 摘下来之后呢 然后洗干净 然后呢 再把它给晒干 然后要洗澡的时候呢 再把它丢到浴缸里面 它其实说起来很容易 但是我们真正要执行起来呢 它其实是没有那么方便的 但是呢 没有关系 老师呢 今天就是要来解决 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呢 大家可以去 去找像这种 三合一的沐浴乳 也就是说 这个沐浴乳里面呢 它已经有这三大元素了 艾草 蚂草跟黑药石 我们用它来洗澡 好 那洗好澡之后 怎么办呢 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老师要教大家补财裤了 当你洗好澡之后 记得穿上 老师之前所推荐的 开运红内裤 我们一起来做造财裤 那这个开运红内裤 穿上之后 记得 每一个真正 标准的红内裤里面 一定会有一个暗财带 请在那个暗财里面呢 放入一元跟五元的硬币 这个就是招政财又招偏财 像老师啊 找到的这一瓶啊 它的香气非常非常的疑人 它其实呢里面呢 就像苏恒老师 他刚刚推荐的那个金油一样 它有小苍蓝的香气 那个味道闻了之后 会让人心旷神疑 所以有很多人会说 我用这种草本的洗澡 这个到最后会不会有那种草药的味道在身上 其实你放心 它不会有的 接下来啊 就是清明廉价 大家扫母一定会去嘛 那也有的人呢 可能会安排一些旅游 问题是我们去旅游的时候 我们去的环境呢 是不是有晦气 有浊气 沾染在身上 而不自知 没关系 老师建议你们出游的时候 这小小的一罐 戴在身上 晚上洗澡的时候呢 我们等于就把 蚝草啦 艾草啦 还有黑钥匙呢 全部在上身 让我们的身体呢 产生了一个结界网 所以呢 所有的晦气都不会 所以这瓶里面是三种都有 都有啊 所以它是三合一的 这样 那洗完之后啊 你会有一种疏解压力 释放负能量那种 轻松的感觉 其实洗澡就能够开孕 这个太简单了 只要你找对方法 那刚刚老师有说 我们除慧呢 一定先浸身 然后呢再开孕 洗好澡之后呢 再加上 书恒老师刚刚所说的 精油插在身上 我的天啊 你简直就是一个 金钟罩的王 把你裹得实实地 百毒不清 百邪不入 这么简单的方法 就给大家做参考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们想要在门口贴一个福字 来装饰一下 我们的美丽的门面 那么你会选择下列 哪一个福字呢 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感觉呢 它就是比较严真轻款的福 比较粗犷 也比较粗一些 第二个呢 感觉是柳公权的福 它是比较楷书型的 公公整整的 第三个呢 它就是一个比较像是 翰立的福 那么就让你觉得说 这个呢 好像是比较古老的福气 第四个呢 是比较灰洒的福 所以这四个不同的福 哪一个是你会想要选择 贴在你家门口呢 除了自身的事业 其实最担心的 还有就是家人 对不对 曼菲你 就是你现在几个小孩 两个 我现在两个 两个 大的是儿子 所以你说喊病 现在几岁 他现在十三岁 然后小的是女儿 是非常健康 八岁 非常健康 那大的十三岁 儿子 哇 有老师说 你又去哪里问老师 说他有什么 就是帮我改这个名字的老师 说他什么情况 我那时候我请他说 帮我看一下儿子 是不是 因为他的状况越来越不好了 他现在什么情况 他本来做了一个基因治疗 他已经会动了 已经可以自己做了 可是现在又慢慢贪软下去了 而且还会整个人 就是手会是这个样子 很痛 然后我就请这个老师帮我看 结果这个老师 隔了半个小时 打电话来跟我讲说 你这个孩子我不要碰 他跟我说 这是去年的事情吗 因为我们改名是去年的事 他说 你这个孩子今年就没了 他说他如果今年撑得过 也撑不过明年 也就是今年 所以我整个人就很 他就说像这样子的孩子 我就不帮他改名字了 你就帮他去 那像我今天来录影 他也在家 因为他发高烧 对 就很担心 他跟我说今年是绝对撑不过去 去年如果被我熬过了 今年也熬不过 所以现在心情也就是 就是很忐忑 就揣了一旦嘛 是不是 有这样子吗 我跟你讲 父母兄弟子女 我各死过一轮了 孩子是最过不去的 如果他走了 我想我就跟着走了 你不能这样 你还有女儿啊 我女儿很幸福 你看他一到凯沃 他是凯沃签约里面 年纪最小的 你有没有福分的人 你一看就知道 我女儿从小就好带 然后命好 去哪里什么都是最好的 然后你看他一进入凯沃 戏也拍不完 去试镜摆事摆重 可是我这个儿子 就是很坎坷 很不好 照顾他照顾得 很好的外傭 年轻 老公一通电话 就叫走了 然后你现在来帮忙的 不大会顾 他每一餐都会噎到 其实得这个病的孩子 大部分都是噎死的 没有一个人 是真正为了这个病死 因为他渐渐退化 是不是 连吞咽能力都会 吞咽能力都差 对 然后再来 你加上这个新冠病毒 我儿子已经是肺纤维化 如果他重的话 是一定走了 所以非常的 我不知道怎么办 可是如果他走了 我可能我也活不下去 因为这13年 他是我的命 我真的是抱在怀里 感恩 医生跟我说 活不过三岁 我四岁以前 天天住在医院 我都已经撑过来了 真的拜托让我撑下去 看有谁可以救救他 真的 好 那我们来请教一下 苏恒老师 在易经塔罗占卜 未来一个月 大家在哪一方面 拥有转机呢 那我们现在来做 这个易经塔罗测验 现在我们来看 例如现在我们想要在 门口贴一个符字 来装饰一下 我们的美丽的门面 那么你会选择 下列哪一个符字呢 这四个全部都是符 但是画风不一样 笔风不一样 我们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感觉 它就是比较 严真轻款的符 比较粗犷 也比较粗一些 第二个感觉 是柳公权的符 它是比较楷书型的 公公整整的 第三个呢 它就是一个比较像是 翰立的符 那么就让你觉得说 这个呢 好像是比较古老的符器 第四个呢 是比较灰洒的符 它就是粗犷型 但是又带着一种豪迈 所以这四个不同的符 哪一个是你会想要选择 贴在你家门口呢 来 曼菲 一 第一个 好 一零 二 二 四 四 加码一 好 加码一 好 来 我们 这里那边 那边 最迷人的笃灵歌 一 二 三 我也喜欢那个字 好 大家都喜欢 看起来很有古老的福气 我们都看到的是山雷仪 那么这个古老的福气 为你们带来的是 广结善缘 也就是所有的人看到你们呢 都会觉得 哇 这有个似曾相似的美感 我看到你们就很想继续再看下去 舍不得转台 那么如果观众朋友选到的是这个 你也会觉得 最近呢 不管你要是要去做生意 或者是呢 要拉人卖 那个都会感觉非常的顺利 因为现在你看起来就是 受到古老的福音的保佑哦 所以呢 希望最近你能够在人员上面 有很好的转机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就真的是逸林的 看一下二号 这个是柳宫全行的符号 宫宫整整的 你会在哪里得到呢 哇 魅力四射 八十分 转机的指数呢 是啊 有八十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啊 最重要的是 魅力四射代表什么呢 也许最近啊 你会觉得 会有人想要跟你当好朋友 或者是呢 你在家里面会得到 很多人的支持 也就是说 可能跟女儿之间的感情 会变得越来越好 那如果是观众朋友的话 如果你最近啊 有喜欢的对象想要告白 甚至是想要求婚的 那都是很好的时机 那么在这个心情的转变上面 希望你能够抓紧这个好运气哦 那么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曼菲选的 这个很粗犷的符 来 你在哪里呢 在财运部分是很不错的哦 如果啊 你最近在之前一直觉得 我哪里卡卡的 比如说股票卡卡的 资金卡卡的 可能我的资金链卡卡的 其实在这个最近呢 你都会有一个 得到转机的机会 甚至你会觉得 有好工作找上门 然后让你觉得呢 财库比较丰盈 那如果是观众朋友 选到的话 那么最近可能 就会有比较容易 老板找你谈 比如说工作要加码 但是也可以加薪 或者是你的工作量 可能变大了 但是啊 职位变高了 薪水也变多了 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哦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看是这个 玉佩老师选的 不愧是玉佩老师 好 果然用了沐浴乳 就是不一样哦 来 这个是 地天态心想事成 所以呢 如果您选到的 跟玉佩老师一样的话 最近做什么事情 都是顺风顺水 那么希望你要把握住 这样的好运气 然后为自己 好好地拼搏一下哦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来 我们好康大方 所以我们要送出 橱柜组 好 来 有兴趣的朋友呢 请上面也好玩的 脸书官方粉丝团 查询 参加抽奖 就有机会获得啦 来 我们今天这一瓶 送给两位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两位来宾 谢谢 也感谢你的收看 拜拜